来关西民生用水 花莲强震之后造成土司松动 再加上花莲多日午后山区降大雨 造成了沙坡当西吸水水质浑浊 影响到了花莲市以及吉安乡 地区将近有2万多户的用水状况 那么先议员保安小组召集人为加弦 先议员陈美莲关心供水状况 11号的上午就特别前往了沙坡当进水厂 关切自来水供应情况 而目前自来水公司也规划了三项供水方案 来努力稳定供水 历日下工人正卖力的清除沙坡当进水厂 沉淀池内的污泥 主要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土司松动 再加上花莲多日午后山区降大雨 造成沙坡当西水浑浊 影响了花莲市与吉安乡地区 约有2万多户用水情形 先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为加弦 先议员陈美莲特别前往沙坡当进水厂 关心供水状况 并且也听取自来水公司目前的因应作为 所以像我比如说富士村它的取搜口是在靠近在天翔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可以用 是不是未来可以修复 在那个立位西那边 是不是要做一些重新再去开发一些新的水源 包括在山藏 其实山藏的水是很丰沛 自来水公司这边也跟多个我们的地方 不管是代表会也好 村长也好 能够把这些未来这些自来水 这些会规划或甚至未来战备也好 或是这些修复要怎样来正常的供应用水 我想这部分还是要跟我们 休旅乡相公所这些地方 来做更多的沟通跟互相彼此要怎样配合 我们知道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那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开始花林发生缺水的问题 那原因就在沙坡当西的一个后山 有土石崩落的一个状况 造成水的浊度也高达了原本浊度的1500倍 那我们希望说来协助自来水公司 也协助我们所有的乡亲 北花莲的乡亲 能够解决相关水源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跟自来水公司来做一些探讨 那也谢谢我们处长 也提供我们一些方式 那我们会积极的来协助自来水公司 跟地方做相关的沟通跟协调 目前自来水公司以短中长计划 包括提升浸水场设备效能 强化调配供水能力 以及开发新水源三项方案稳定供水 极其就是我赶快 让我们的浸水场的处理能量 能够再提升 还有我们备源的水井能够再启动 那另外在短期的部分就是 还有早井开发新水 就早井那这有的是甚至有 现成的井我们赶快能够整备起来 把它启用来投入供水的行列 接下来就是一个长期的供水模式的改善 就是我们从光华进水场这边 把这个有比较有余裕的水往上送 送到美轮高地 那在中间透个一个加压站 那设在中正脚下的那个地方 找一块地来送到那边去 这样的话 以后那个美轮高地的供水 就没有问题 沙普当进水场 场内设施高浊度水值 无法复刻及时的处理 必要时还是得要减压出水 而民众方便用水之余 还是必须要有出水的意识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